无党籍的总统参选人郭台铭 今天在全台各地展开了联署行动 一早各地就涌现了排队人潮 而且根据记者的募集 联署民众是以长者居多 郭台铭阵营今天启动全台10个联署站点 其中位在台北市中校东路的旗舰站 一早就涌现排队人潮 因此现场工作人员忧心民众排太久 加上相关的训练已完毕 提早开放9点半入内 而截至10点半为止 仍然陆续有民众到场联署 而台中站刚开始不久就发生了跳电状况 一度影响10分钟经厂商紧急维修 不少民众在稍早昏暗的环境中 亲属联署书 另外联署站选定的大楼名称 还叫大有可为 意义颇深 好 接下来关注到的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在去年的时候爆料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是台北市长蔣万安父亲 蒋笑颜金华绯闻案的女主角 而遭到张淑娟正式提告 19号双方前往北院来开庭 张淑娟出庭后受访表示 周玉寇在庭上有跟她道歉 并称自己不是故意的 周玉寇现在今年应该70岁了 当年这个案子的时候她44岁 可以睁着眼睛说她不知道吗 中央图书馆都查得到答案 然后你们追着人家蒋家一直打 蒋先生已经不在案 已经不在台面上了 你为了帮别人 你要攻击别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霸凌别人 然后说她不是故意的 那你不是故意的那你是什么 你是觉得好玩吗 一个受害人请问她有原谅加害人的义务吗 当你对对方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不是你用廉价的对不起 我们就要说谢谢你 我该被骂我该被打我该被折 我觉得原谅别人是一个很高超的行为 一个解钞 我们原谅别人 可是请问加害者 她有在过去一年到现在 有真正对我的生活跟精神 那个痛苦跟折磨 她有真正感受到我 如果每一个道歉都这么廉价 那我们这个社会 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呢 为什么还需要有法官跟检察官呢 是不是明天又有很多人被害 你看在五年之内 他们伤害了多少人 说对不起就可以了 那你要不要让我讲十天 我也希望民事电视台 给我一个半小时 十点到十一点半 我每天重播你的节目 罚你们讲的话 通通放给观众听一遍 你明明知道你是假的 你就一直做假新闻 我为什么认为 周一扣小姐应该退出媒体 我没有跟张校园先生混传单 这是另类的性罢了 MeToo的人都应该退出媒体 周一扣小姐早就应该付麦克风 不应该在媒体再活药了 而农业部长陈吉仲昨天请辞获准 今天是他上任最后一天 而上午他也如期出席了农金奖的颁奖典礼 陈吉仲在典礼致辞上数度哽咽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其实我从来不会觉得在这里有任何的委屈 我对所有七年多来 针对我个人的 失失而非或者是抹黑造谣的 我都认为这个不会比我 为台湾伟大的农与民做事还重要 我们只想做更多 所有台湾农业部门 农与民各通路各农与会各团体 可以共同合作做出这么绩效 我深感为傲 部长那礼拜五就要专案报告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请辞呢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请辞 所以礼拜五就要专案报告 其实外界不需要把我的去留 去连结到任何的 不管是在野党跟执事党之间的工房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政治的议题 我非常单纯 我农家出生 我以前在大学教书 我也没有派系 我也没有任何党籍 我心非常的单纯啊 那些所有的纷纷绕绕 你问我我都不知道 我都只知道 怎么每天做事情 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在为台湾农业部门做事 我就是没有花时间 去把那些不死抹黑的 攻击去做更有效的回应 因为我认为只要专业在国家就会往前走 只要我们花心血绝对会有成果 我认为我今天离开了 那或许因为我个人而相关的攻击力道会大幅度减少 所以农业部的同仁一定可以更好好的做事情 不是最近迟了几次 我2016-520就受到蔡英文总统的信任 那她的信任 让我毫无顾忌的可以做认为专业的事情 对农业与业部门有贡献的事情 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长官 在很多次的开会 经常跟总统吵架 但是她最后都尊重我的专业 都尊重我的坚持 连这一次的辞职也一样 陈吉仲昨天下午才召开临时记者会 为造成社会纷扰向大众道歉 没有想到昨天晚上8点多 她就在社群发出2000多字的长文 抛下震撼弹决定请辞 农业部长 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纷扰 那我想在这里身为政务官 还是要跟所有的社会大众 来正式道歉 全世界的假消息最多的国家在哪里 在台湾啊 台湾的哪一个部门的假消息最多 就在农业部门啊 昨天下午才刚开完记者会 陈吉仲昨天晚上就在脸书发文指出 午后下了一场大雨 顿时洗去了内心的纷扰 也洗去了这么多年来 不断被抹上的莫须有指控 午后的阳光洒落在农业部的红砖墙上 不论历经多少艰辛和不被理解的抹黑 总还是会再见到阳光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出身屏东农家对农业一身悬命 感谢蔡英文总统一路相挺 感谢历任行政院院长的权力支持 我才能义无反顾的推动牵挂在心上 数十年的农业改革 虽然还有未尽之志 但是近日对于专案进口鸡蛋的执行过程 遭到外界不时的抹黑造谣指控 而造成社会大众不应有的恐慌 农业部同仁遭受不应该背负的指责 因此我要一肩扛起责任 让纷纷扰扰平息 决定请辞农业部长一职 就在农业部长陈吉仲晚上八点左右宣布请辞之后 中央续产会董事长林聪贤也同进退 在脸书宣布即可请辞 我们对于今年来蛋黄进口蛋的这个决策 跟整个产销平衡 那因为续产会也是在这个大平台上面工作的一份值 我们非常了解这过程的艰辛 其实当时我们是拿着钱排队跟人家买蛋非常不容易 当然这里面或许有一些资讯 大家觉得说不够透明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看到陈部长忍辱负重 那我们在续产会有一样是一个共同的团队 我觉得如果说他既然请辞了 那我应该一起跟他同进退 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 其实未来只要大家没有甚至口水 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容易理清的 也没有什么好景色 一切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 陈其中深陷进口蛋的争议 而现在宣布请辞 其实农业部至8月1号成立至今 陈其中只当了50天的部长便黯然下台了 那其实翻开我国自民选总统之后 任期最短的阁员有前5名 首先是陈其中他在任50天 那接下来的是前经济部长宗才怡 他在任48天 当时他是我国首位的女性经济部长 因为他多次失言 那后来他48天上任48天就发出声明说 他自比是自己误闯政治的森林兔子之后而请辞 那接下来还有任职41天的前教育部长吴茂坤 吴茂坤当时他其实是因为上任之后 接连爆出了什么到美国来开公司 然后违法争议之类的 引发了政界和学界的哗然 最终他也是上任41天自私请辞 那再来像是 另外像是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在任18天 当时他是因为他自己在台南市府任职时常态性的性丑闻事件 他对这件事情那便黯然下台辞职嘛 再来是立的最短的也就是六天的前国防部长杨念祖 他当时是因为涉及抄袭论文的学长 上任职有短短的六天就下台了 期望 选择 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